北极虾寿司的做法 寿司是日本的一种美食 新鲜的海苔包上清香的米饭 可做成最简单的寿司券 也可做成金券寿司和手卷等等 覆盖上鲜虾、鱼籽等成不同口味 今天用鲍鱼和北极虾做料寿司 不用煎炒烹炸 就能吃到健康美味波浪福波浪福 两米饭一盆 蟹肉磅7条 肉松250公克 鲍鱼3个 苹果半个 寿司醋半瓶 黄瓜条若干 沙拉酱3OOG 北极虾5个 一米饭蒸好晾凉后拌入寿司醋 黄瓜切条 苹果切条 二鲍鱼用水煮熟 北极虾开后备 翻开开水烫一下 将煮熟的鲍鱼切片 三准备好海苔 四将海苔放在寿司帘上 光滑面朝上 分别加入肉松、沙拉酱 包上黄瓜条或苹果条 五将所有食材放好 六用寿司连圈起 七圈好后简单整齐 八成品寿司圈 九将米饭捏成长方形 放一片鲍鱼在上面 六海苔轻轻绕一圈 集成鲍鱼寿司 是北极虾寿司玛瑙女王的作品使用的厨具 其他煮锅 简单上 一片子 真正 一片子